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我们提供实用的留学法国讯息 杨平先生您好 您好 您对法国高教推展多年 是不是可以先请您介绍一下 您在这个领域的工作呢 好 首先谢谢罗女士 给我机会又重新 又多给中国公众提供了一次宣讲 介绍法国的一个高能机会 介绍我自己很简单 这一句话就是 我有幸在法国政府工作了十多年 主要是负责法国高等教育在国外 特别在中国的一个推广工作 而且有幸在法国驻法使馆工作了几年 也是负责这个工作的 就是因为您在法国的政府部门工作这么多年 所以我们就想请您谈谈 左派政府上任以来 是不是对留学生 外国留学生的接待呢 有没有什么新的政策 这个新的政策应该说是有 你看我手头上刚拿到了一份叫做三个部长共同签署的一个通涵 这个通涵是对留学是起了一个政策方面起了一个很积极的一个作用的 通涵是什么意思呢 通涵就是法律的一部分 但是它是主要是在指的是在实施有关法律上的一些实施的过程中要注意的 或者是可能在这个技术上做一些调整的一个意义 那么这个呢是主要是叫这个法国啊如何给那些外国学生就非欧盟的学生在法国没有工作权力的学生如果他们学成了以后不回国展示或者是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呢 想在法国工作如何转那个身份就拿劳工身份的这个方面的法律的一个实施的一个通涵 这个政策非常重要那就是请您跟我们详细解释 因为对是重要因为它是留学政策的一部分 就是能不能留在法国 这也是留学生还没有来法国的时候一个亮点之一 那么可以说是这个能够留在法国 为什么呢 我觉得有必要 这个提议提这个2006年的一个叫选择性移民的一个新的法律 这个非常重要 那就请您帮我们跟我们回顾一下这个2006年的政策吧 2006年呢 这个是可以说是一个就是一个右派政府的政策 这个当时是右派当政的 但是呢在法国在这个留学生这个问题上 实际上左右派是有一定的共识的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2006年的出台了一个叫选择性的移民 有很多方面 其中一个方面就是针对外国的学生在法国完成学业以后 想在法国工作如何转身份的问题 做了一个比较明确的也可以说是一个革命性的一个措施一个决定 这个法律是一个革命性的一个法律 具体怎么讲呢 就是过去的外国学生 包括我本人也是外国学生也能够转身份 但是过去是说是可以申请可以转 而言下之意就是说我可以拒绝 而2006年的法律是这样说的 外国留学生如果他在法国拿到了硕士学位 如果他找的工作是和他硕士学位是相称的工作 他提出转身份的申请是不能够拒绝的 这个是革命性的一个措施了 那也就是说法国是一个移民国家 只要是外国学生先到法国来学习 拿到了硕士学位再找到相称的工作 那就可以移民了 但是后来好像有一个在去年吧 有一个531的一个法令做了修改 对吧2006年的这项革命性的法令 你做了一个修改还是阻碍的是不是 对是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赫赫有名的 可以说是赫赫有名的 531的这个通令是去年的就是开始这个实行了 这个通令的意思是对移民选择性的移民 这个刚才说的那个法令实施的过程中 他用通令的方式 就是让你是以什么一种态度去实施 实际上说到底就是一个传达一种新的精神 实施现存的法律的一个新的精神 有的都拿不到本来应该拿到没拿到的 所以呢在政府左派政府上台之前 有很多法国国内的一些人士 包括右派的一些人士都对这个2011年的531的这个通令呢 有些不满那么当时左派的人就许诺包括奥朗德总统就许诺 就候选人的时候就许诺我一上台就应该取消这个通令 这个通令象征性的在2012年5月31号宣布取消了 取消了取递了 象征意随之而来的就一个新的通令 新的通令实际上是没什么内容 你看我在读没什么新的内容 但是呢精神上呢就是完全是相反的一种精神 说是你在执行有关的这个法律的时候 要非常认真 要非常积极的去执行 要这个对学生的这个这个申请 要快 要从宽从快的方式去实施有关的法律 这样的话呢可以说是 又回到了这个2011年5月31号法通令之前的这个气氛了 可以想象呢 这个今年和明年的留学的签证政策 以及就是移民的这个可能性会更加宽松 我顺便加一句 在这个2011年5月30号通令的同时 因为这个通令只是对这个在法国 已经在法国的学生转身份有关的一个通令 但实际上在同时给外国的那些使领馆 就是法国驻外的使领馆也有一些不同形式的一些指令 就是要把签证放延一些 我想中国的这个学生家长以及业内人士 特别中介对这个问题是非常清楚的 就是2011年的法国留学的这个签证政策非常紧 具体说就拒签率非常高 使得有些这个业内人士就有点失望或者是悲观 就是对法国失去信心了 觉得法国没有给他从业的一个信心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展示现象 这个已经过去了 肯定我个人判断 就是今年秋季 明年春季 明年秋季的政策 签证率肯定会回升 而且可能会大幅度的回升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感觉 您的意思就是说 新政府上任以后 无论在接待外国学生这个往后他们在法国转身份 因此的宽松之外 因此对于签证给予外国学生到法国的签证也会随之而宽松 这是我个人认为是肯定的 而且我目前没有新的有关留学以及签证方面的一些法律 或者是通听还没有 但是在我的朋友或者过去的朋友之间聊天 曾经有一个说法 就是竞选的前夕的说法 就是如果是萨克奇连任的话 这个会恢复到2010年2009年的签证的状况 没有必要再做和竞选有关的一些动作了 那么如果是奥朗德左派胜选的话 法国门就大敞开了 对那你就根据你的看法 这个是会有所改善的 可不可以请你谈谈目前 每年来法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大概有多少 这个是有统计的 这个我在以前的这个若干年工作当中 我也做了一些这方面统计工作 这个98年刚才不是说了是一个里程碑吗 是法国留学政策放宽的第一年 98年以前如果只是讲中国的话 只有几百三百四百人的人流到我来留学 到了98年以后就开始上千了 一直到了这个比如说2000年这个时间段吧 就是基本上是八千九千最高峰是一万年流量是一万 那么很可惜呢就是法国政府没有公布 2011年的来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人数 我估计是大幅度的下降了 以前都公布 没有公布的原因 我个人认为是可能太少就没有公布 我想12年的是会公布的 12年它可能有一个新的气象出现的 那么也请您告诉我们 根据您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跟观察 中国留学生到法国学习深造 多半倾向于哪一些领域的学业呢 专业 对这个是有业有统计的 就是这个法国呢 它的形象和可能和美国的形象不一样 和德国的形象也不一样 法国呢首先给中国学生形象 就是艺术啊文化啊这个文科领域的这个有吸引力 但是呢这个学艺术的人 毕竟总的人数是有限的 对不对 虽然它的比重啊 可能在法国学艺术的中国学生 远远超过了去澳大利亚 去美国学艺术的学生 总啊这是比例 但是总的人数毕竟还是少 那么实际上在法国学习比较多的学生 这个是很让人没想到的 还是学商科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学生也许他们是对的 我讲的是一个事实的一个情况 每一个人都想学经济管理 因为这是很实用的一个专业 所以呢在法国学习 这个从学科的角度来讲 最多的人数比例 还是和经济管理有关的 这方面的学科 中国留学生在法国的留学生活 肯定会有许多比较特殊的问题 或者现象 是不是 请杨平先生 夏威跟我们多谈谈这方面 您的看法跟批评 我的看法和批评也许不见得是最重要的 但是我想把我若干年来 所看到的一些现象 一些事实 作为例子给大家讲讲也可以 当然我也不妨可以说几句 我个人的看法 无论是从留学人生的一个选择的一部分 还是来法国选择学校 选择城市 以及选择什么专业等等 这方面学习法语 这方面的一些生活 学习这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 有的是谈的 这个是还挺有意思的 那你就要常常接受我们的邀请 甚至谈一谈以后 他们在往后毕业以后 在法国就业这一方面的建议 这也是属于学的一部分 对 好 谢谢 非常谢谢杨平先生 谢谢大家